主席,本人發言是支持通過商業租戶短期保護措施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旨十分明確 是為那些蒙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打擊的商業租戶 提供短期保護措施 以及就相關的事宜定定條文 主席,香港歷來奉行自由市場經濟 雖然條例草案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卻難免被指有為這項基本原則 今年農曆新年前後,本港第五波疫情大規模爆發 當局大幅收緊社交距離限制 各人各業備受衝擊 不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 頓時陷入經營和周轉困難 禁止租金是中小企經營成本的一個主要部份 財政司司長2月23日發表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公布了一項暫緩追討欠租安排的立法建議 而禁止業主在指明的短暫期間 對於指定行業未能如期繳交租金的商業租戶 終止租約服務或採取其他相關法律行動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正是為了實施相關的建議 開估而言 條例草案主要有四項的內容 一方面是暫緩業主向某些商業租戶 採取追討欠租行動的權利 定名自本年1月1日起 至條例生效日期起計的三個月保護期內 若指明處所的租戶是沒有遵照有關的租任繳付租金 有關業主是不得就未繳付的租金採取追討欠租的行動 條例草案的副表第二步是在列了 暫緩追討欠租安排所涵蓋的指明處所的累益 另一方面 條例草案是暫緩某些貸款人就執行抵押向業主採取行動的權利 定名如果在暫緩追討欠租安排 適用於某指明處所的期間內 若該處所的業主對於常華該有抵押貸款方面出現違約 相關的貸款人將被禁止 就還款為約是採取某些關乎執行抵押的行動 可稱為暫緩執行抵押安排 不過條例草案亦都定名 即合約秉除條例的權利 換言之 相關的租戶業主和貸款人 是有權即合約秉除暫緩追討欠租的安排 或者暫緩執行抵押的安排 最後定名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 是將在經制定的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主席當局在今年3月23日將條例草案提交本會 隨後本會成立了法案委員會 本人亦都是法案委員會的委員 事實上本人和經民聯的議員同事 曾經就條例草案的訂立 多番與財政司司長等官員進行溝通 經民聯作為本港工商專業界的政團 十分理解在疫情衝擊之下許多中小企面對的困境 但是也重視市場經濟原則和合約精神 對於特區政府特事特辦 為那些鑑於經營困難而無法 如其繳付租金的商業租戶提供喘息空間 使他們不會因為租業主採取法律或其他行動而被逼結業 經民聯則上是支持的 而且保企業實際上也是為了保就業 僱員也受惠 經民聯也認為政府是應該提供機會讓業主和租戶 在這個期間透過協商訂立相關同意的租金安排 發揮社會各方在困難時期同舟共濟的精神 聯盟也落見財政司司長 是願意聆聽聯盟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取消了原來的意義的三加三 即是法例生效三個月之後可再延續三個月的安排 讓條例的三個月短期性質更加清晰 司長也接納讓業主和租戶在保護期內簽訂租金協議可獲豁免 以及增加對市業主的支援等等 財政司司長稍後動議的修正案 主要是自在修訂附表第二步 以抗大於食物及餐飲業務相關處所的涵規範圍 也從善如流 聆聽了議員及業界的聲音是值得肯定的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支持通過商業租戶短期保護措施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條例草案 以及財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主席本人僅僅出ICA 指斧